這位詐騙你們的人是明星 不是 應該是他藉由明星來詐騙 這個事情就是何篤霖 因為他有一個粉絲的那個 LINE的群組叫 那因為他那個群組裡面 其實因為你知道 大家都知道篤霖的年紀不小 所以他的粉絲年紀更大 所以他有舉辦那種 大家一起出國去玩或是幹嘛 他有帶團 他有帶團 對 那他那個團 因為是我老公在負責嘛 所以他們其實都是 都有在互相交流 大家都在那個群組裡面 然後有一天呢 就是有一個群組裡面的女兒 女兒就是直接打電話給 那個篤霖的經紀人 打給思姐 說 那個我想請問一下 基金會 對 基金會 因為有就是 說他有基金會 叫他媽媽捐款 怎麼講得這麼細節 跟他視訊 然後他就說沒有啊 他說真的 我媽媽非常確定 那因為我媽媽就是 沒有那個網路銀行 所以我媽媽想捐款 他就一直叫我幫忙 可是我有上 就是他有在上 那個篤霖直播的時候 他有問篤霖說 那個是不是有基金會 要捐款幹嘛 篤霖說沒有啊 就沒有這回事啊 他本人都否認了 對 他本人否認 那就穿幫了 很好啊 對 可是他媽媽就 因為他媽媽就不相信 因為他媽媽說 他親自跟我對話的耶 AI 用AI辯識來騙我 就說我用手機在看的時候 他就是直接用LINE跟我講話 好厲害 所以他跟我講說 他要捐 就是叫我捐他的金金會 然後這樣 所以我怎麼可能認錯 他就是何篤霖啊 聲音也是他 人也是他 AI換臉可以連聲音 都一起訪問 沒錯 連聲音也一起改變 有什麼可以相信的 真的不凡 所以要求證 然後他就 那那個女兒就為了要求證 他就說那可不可以再請篤霖 親自真的跟我媽媽通個電話 讓我媽媽知道說 這個是騙人的 我看到就在上個月 就是上個月 我才看到那個最新的方式 就是他只要打電話 像是民調一樣的 像是像電話訪問一樣的 他只要問你幾個問題 你只需要回答他幾個問題 對 他的幾個問題 其實是無來由隨便問 他可以問你現在的民意支持度 現在政黨怎麼樣如何如何 這不常做民調嗎 對 他只要兩三個問題 他就會抓到你的聲線 你的聲音就會變成檔案 進到他的檔案裡面 他就直接用聲音 來用他甩號說的話 套在你的音質 你會有講話的習慣 你是要把你幾個音頻的收進去 你的說話習慣 你說話的音頻 這跟以前看不可能任務是一樣的 對 完全 直接套用 太方便了 這輪體太強大了 太強大了 我呢 你知道詐騙真的很奇怪 詐騙言很大 還提醒我小心詐騙 提醒我喔 系中系 提醒我喔 那溫馨提醒的方式提醒我喔 因為基本上我本人覺得 我是屬於比較相對精明的人 我比較不容易受騙 因為我不貪 那我現在基本上 接電話我不太 我幾乎不接陌生電話了 然後再來是我接電話 如果我接起來 我一定不會先說出聲音 我一定會讓對方先出聲音 這樣好像是一招 就是我不會馬上圍 我都會先接起來 不講話 看對方會有什麼反應 我像 對方嚇到了咧 嚇到他 嚇到他就會露餡啊 就 喂 你就會知道 你這個人有問題 或者是很淡定說 喂 請問是明川老師嗎 OK 對吧 確定他打電話是找你的 對 對 所以我都一開始不會 我不會硬化 這好 這聰明 對 但是 總是這樣子嘛 人生 你就是類似 我前幾天就是接到一個電話 因為本來製作單位跟我說 四點會打電話來Re稿 那我會給製作單位 十分鐘的上下的 阿蘇比 阿蘇比 對 三點五十到四點十分 我是會接電話的 OK 好死不死四點零八分 有一個電話來了 我先瞄了一眼 這個電話 不是我通訊錄裡面的人 我再仔細定眼一瞧 好 上面有顯示是我的 某個信用卡公司的 銀行打來的 Who's call打來的啊 對 Who's call 上面有寫是 什麼某銀行 他已經幫你過濾了 他告訴我是某個銀行打來的 對 過濾過的 那我想說 銀行那可能 就我有往來的 而且我跟你講 為了房子被詐騙 我往來 OK 我有集中管理一兩家而已 這我都房的 就很房這樣子 滴水不漏 但anyway我就接起來 接起來就說 它是那個 我的某信用卡公司 打來跟我 那事情是這樣子的 這一家信用卡公司 跟這個銀行是因為 它是 OK 所以我只有就是 會去這個百貨公司 才會拿出那張信用卡 出來用 然後那一天 他打來跟我確認金額 各位 我想說 七百八十二塊 我可能去超市買東西 那應該是正常的 而且我確實那幾天 有去那一家百貨公司 超市買東西 那麼巧 我是自己推論 是那個超市的金額 想說差不多這個七百多塊 然後我就跟他對 對完 對完之後 他就說 那另外要特別提醒你喔 因為現在網路詐騙很多 如果你在接任何信用卡公司 或銀行 跟你對賬的時候 務必要小心 我們一定會先 跟你核對你的個人 太溫馨了 特別 目前都沒有任何問題 都沒有啦 你就覺得很正常 我說好 我知道 他說而且因為我們本銀行 特別重視顧客的權益 我們一定會特別謹慎的 在你們所有人的個資上 做更多的保護 您千萬要特別的放心 我說好 我就這通電話 不就跟他對完了嗎 對 那剛剛說什麼 會不會跟我對個資 對 我跟他對了 是吧 我對了 然後掛了電話之後 大概隔五分鐘吧 我收到一個消費的簡訊 就是七百八十二塊的 消費簡訊通知 我還想說 對 現在都會簡訊通知 你刷卡會有簡訊嗎 我一樣 我在車上不宜有他 然後就去了下個點 到了下個點之後 越想越不對 通常這個消費的刷卡的簡訊 都在你消費的當下 就會 傳給我 對 他剛剛不是跟我對 是十天前的消費嗎 對 他怎麼會這個時候才傳來 對啊 然後那天我就跟朋友碰面 我就剛剛有說 好怪喔 怎麼會這樣子 就是 怎麼會現在才傳 這個簡訊也太延遲了吧 對 他就說你要小心喔 因為現在很多都是 會跟你 double check完之後 刷你的討 我說什麼意思 讓你以為 對 是你自己 是 我自己刷的 而且就金額感覺不大 我說可是金額不大 這有什麼好 又不是七萬塊 才七百多塊 他說 對啊 他們可能就開始先 就是這種小筆 小筆的 讓你都不宜有它 機少成多 或者是下一次他就刷 你說跨國那種 對 我嚇死 我馬上打回原來 信用卡公司說 請問一下有什麼 就是有這個服務嗎 他說沒有耶 我們所會傳簡訊 第一時刻 傳你的消費金額給你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剛剛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說這樣子啊 李先生 那你恐怕是 接到詐騙的電話喔 所以那個到底是 是不是被盜刷 是被盜刷啊 被盜刷 他只付七百八十二塊 七百八十二塊 他到底買了什麼啊 我老爺馬上要辦的 就是指付囉 對 我就指付了 就指付了 所以那個錢沒有損失嗎 沒有損失 可是你過濾的時候 不是顯示的是那個銀行嗎 所以才奇怪 你知道嗎 現在還有呢 有些人他給你的電話號碼 打回去 他根本都已經包裝好的了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知道 打去是 比如說某某銀行這樣 對 他都是包裝 某某銀行 甚至有些人他叫你打什麼 客服專線 那都是假的 聽說滿意外的 對 這些真的很常見 就是其實連你點進去的網址 你收到簡訊嘛 然後他叫你點什麼網址 然後他們網址 也是可以竄改的 例如說你網址 最後是點GOV 你就會以為 這是公家機關傳來的 應該 例如說國稅局催你說你有什麼 誠哥你去年的時候忘了繳 或者是說你有ETAG沒繳 因為我自己有收到過 然後他會點GOV 讓你以為是 政府服責 對 那其實那個也是釣魚的連結 對 那要如何預防呢 其實一個就是像剛剛甄莉 分享的那樣 你去跟源頭去追 例如說你去問 何篤林的經紀人 到底有沒有這件事 那另一個方法就是 那其實我覺得有一個更方便 因為他們現在165的網站上 有分享一個APP 是內政部行事 警察局自己創的一個APP 那你那個APP下載之後呢 其實有點像Who's Call那樣子 就是如果你有遇到什麼 奇怪的訊息 或是奇怪的連結 你就你往上丟 然後他會幫你去追說 這個是不是詐騙 就會有 對 然後有點像 讓大家一起集思廣益 把那個數據庫蒐集起來 對 那如果這個 讓這個data更多 對 例如說像剛剛您分享的 那個就是假的銀行 可能就會很多人 就說這個已經之前 有十幾個人分享過 這個是詐騙 而且你知道嗎 有互助會 以前我們接電話 我們第一個直覺 都會先 對不對 現在基本上口音可以到 口音可以AIS 真的 這什麼世代 很可怕 還好只有七百多塊